根据日前主办单位表示 元宵节声明绕进民主活动 最后一晚将取消庙宇镇头进天后宫参拜和表演彩点 同时在5月12点时准时结束全部的活动 各庙宇镇头就地解散 不过这项决定引起了台东各界人士的反弹 在9日下午的记者会中 张国洲、陈志峰、李建志三位议员代表各界人士表示 镇头进天后宫参拜和表演彩点 是整个绕镜活动的压轴戏 也是传统文化的展现 不能轻言删除 镜庙是主轴 各个庙宇的话 大家 我都在天上取武还无所谈的绕镜嘛 但是如果他镜庙那个时候 就是把各地的精华 他的邪气结果都拿出来 你看那个建厂那个 那浩世真是那么浩大 个人的观光客 都会在问他 今天这庙都在哪里 有位老大 天后宫四周围 几乎站了一半的观客在那边 这元小姐对台东来说 是我们台东元小姐的反弓节 也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我们台东人口有多年 他过年没回来 但是元小姐要回来 要参加多年 所以这元小姐对台东来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今年已经有反映一些问题出来了 人们都去看法宝 去高雄说他议党 那些人都已经消购了 那些人都已经消购去便宜了 什么人跟某厅说 今年完小的既定的感情又夾起来 这是我们顶民看到的 不过今年如果是说 这个外人不过就继续下去 好 这 有人这次 结果看着说 没人票 我要请问 你后一年要办的时候 他们的英雄来可能是没来的 经过会议讨论之后 还是请主办单位 先继续以往年的方式办理 等待活动结束之后 再一同研讨出一套新的元宵节 神明绕进民主活动的方式 让这项活动能够更完善更盛大 记者杨国柱的采访报导